早晨,歡迎大家回到我Learn with Tom Lee的教室 都是Simple Algebra基本代數的第六課 我們嘗試找任何數的平方根 即是Square Root 例如240的平方根是等於X X究竟是多少呢? 不過這次我們是不會用計數機 Without Calculator 為什麼不用計數機? 因為我希望各同學可以盡量實踐用紙和筆去計數 多一點的實踐經驗 大家就會對數字和數學有更深的認識 以及更靈敏的感覺 這是對我們日後考試或者計數都有用的 好,大家同學準備紙和筆 我們一題不用計數機 去嘗試計算任何一個數值的平方根 好,我們現在開始計數 今堂我們是計三方根 也就是平方根 就是Square Root 平方根 什麼是平方根? 如果我們有X乘比X 是等於X Square 例如2乘比2就等於4 那麼4呢 就是2的平方 就是2的二次方等於4 而4的平方根呢 就會是等於2 意思就是說 什麼數字自己相乘就等於4呢? 就是2自己相乘等於4 所以2就是4的平方根 如果我們有9 9的平方根就是3 因為3乘3等於9 如此類推 假設我們有一個數字100 它的平方根就是10 因為10乘10就等於100 400的平方根就是20 因為20乘20就等於400 但是我們現在嘗試一下計算240的平方根 當然你拿一部計算機出來 你就很容易按到240的平方根 現在在任何的電話裡面 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計算機去計算一個平方根 就像我這部電話的計算機 我就按平方根 接著就240 3乘4等於 我就會計算到15.4919 去到小數點後4個位 這個是計算機的計算法 那今堂呢 我最主要是教大家 怎樣不用計算機 都可以計算到15.4919 為什麼我們這樣做 有計算機不用 我們要用手去計算呢? 因為用手去計算 用紙筆去計算 我們就會令到自己 對數學的感覺是更加深刻 還有更加多的實戰經驗 大家計算起來就會很快 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可以計算得更加快 還有更加準 對數學的感覺和靈敏度都會較高 首先我們寫240 240 我們就分開一組組的數字 這個是有三個位 即是單數的位 我們頭那個就拿一組 接著後面的兩個數字就是第二組 在後面如果我們再加0.0000的話 我們亦都會一組一組這樣加 而每組是兩個數字的位置 加了之後 我們就用普通的除法 首先第一個位置這個2 我們有什麼數字互相相乘 就會等於這個2 或者是小過的2 我們用1 1乘1 就會等於1 我們不可以用2 因為如果2乘2就等於4 是大過這個數字 我們有兩個數相乘 一定要小過這組的數字 1乘1 就會等於1 接著我們就會把後面 補回0 去第二組數字 然後減下來 一減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140 這組的數字 我們將這個數字 1 移到左邊 移到一個位置的左邊 就是寫一個1 加上高這個數字1 也就是寫一個2 現在這裡是1 這裡是1 我們就會寫一個2 在這個位置 接著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會加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 是乘比本身 整個數字 一定要小過 或者等於下降這個140 什麼意思 假設我用6 6乘比26 如果我用6 這裡是26 我們就會把6乘比26 6 621 150 就會是156 一定比140 所以6就不行了 我現在用不是6 而是用5 我們當我們用5 上高就寫5 55 25 52 只有10 我們就會得出125 兩個雙減 就剩下15 當我們剩下15 後面我們補兩組的0 就會是1500 這個25 也都移過去左邊 就會算是移變成25 但是我們要加這個5 這個位置 就會形成38 也就是說 30幾 如果我選305 假設我選305 305乘比5 就是525 5 0只有0 就是2 5 3 15 就是1525 就會大過這個1500 所以選5 就是大了一點 所以我就選4 寫4上來 但是記住這裡是開始有個點數位在這裡 所以這個點數位呢 寫在這個位 就是15.4 這個4乘比304 4乘比304 4乘比304 4乘比0 1 4乘比32 1216 1500-1216 284 補兩個0下來 接著304 移過一個位 304 但是當我們移過一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會加4 就是308 這個位置我們補一個數字 而這個數字乘比3000多 就是要小於28400 我補的9字 這裡寫9 如果我補過9字在這個位置 3089乘比9 9981 9872 80 90只有一個08 9327 27801 27801 兩個雙減就是599 我們有599 補兩個0下來 這個3089 再移過一個位置 加9 就是3098 這個9我們先寫上來 如果我們加一個數字在這裡 如果加0的話 這個乘就是0 我們加1 就是309881 乘比1 也就是309881 我們不可以用2 如果用2的話 這裡變了6萬多 所以這個是1而已 沒有分1上來 如此類推 我們一直這樣算下去 兩個0在後面 第二組第三組 如此類推 但如果我們去到小數點後 三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15.491 乘比15.491 是近乎240 也就是說 240的平方斤 就會是等於15.491 看看是不是 我們將15.491 乘比15.491 答案就會是239.971081 那誤差究竟有多少呢 我們將239.971081 減比240 我們得出來 就會是0.028919 如果將0.028919 除比240的話 我們就會計到 百分比的誤差 百分比的誤差 大概是0.012 0458% 如果我們越計得多的話 誤差就會越少 這是我們嘗試不用計數機的方法 去計出240的平方斤 去到小數點後 三個位置就是15.491 好了 說了這麼久 我們多計一個例子 就是開方斤10 究竟是等於多少呢 一樣的做法就是10 我們加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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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總之每次加就是2組 現在這裡只有2組數字 所以我們就會用2個數字 相乘 就會剛剛小過10 一定不可以大過10 我們就用3乘比3 33歸9 就剩下1 就兩個0 然後33歸9 剩下1 這個3 移到左邊 再加3 就是6 究竟我們6多少 是會小過100 如果62 就是62乘2 就一定大過100 所以就選1 就是61 這是整個1 61就是61 100-61 就是39 加2個0 在後面 61 這邊 61加1 就是62 3000多 這個62 究竟是乘多少 我們譬如乘7 7、6、42 不剛剛乘6 6、36 就差不多了 我以為乘6 6 就是626 乘6 就是3 7、5、6 39 減3 7、5、6 應該就是 144 沒有兩個0 在後面 626 加6 就是632 我們加一個數字 是甚麼 令到乘起上來 是小過14,400 這個數字呢 我們嘗試加2 就差不多了 我們加2 加2 這個補2 記住 加2 這個補2 3、1、6、2 3、1、6、2 剛剛補一齊 6322 乘2 就是12600 如此類推 減完之後 再加補兩個0 再做 開方筋10 大概是3.162 去到小數點後三個位 我想檢查一下 究竟是否正確 你就可以嘗試 3、1、6、2 乘3 1、6、2 超乘2 2、2、4 2、6、1、12 2、2、3 2、3、2、6 6、2、1、12 6、6、36 6、37 6、1、6、9 6、3、1、18 1、2、2 1、6、6 1、1、1、3、3 3、2、6 3、6、1、18 3、2、3、4 3、3歸9 4、4 12 28 19 4 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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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4 差不多等於10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 10的開方筋 其實就是3.162 為何我們不用計算機 我希望同學多些用這個方法去計算 大家對除數和對邏輯的計算是更加敏感更加快 有很多時候如果同學按計算機 開方筋10 可能按錯了 就會計算到4.55 如果你相信計算機 這個肯定是錯的 你要記住 當我們有個數字的敏感度 我們一計算 為何按了計算機之後答案是4.5 我們就知道有些問題 是不是我按錯計算機 大家就對數字是更加敏感 計算在數字上是更加快 考字是成績更加會高 今堂我們就試試不用計算機去計算不同的開方筋 大家可以嘗試試試計算 開方筋20 開方筋70 開方筋140 如此類推 拿一支筆 不是指 嘗試計算 今堂就到這裡 Adio Hasta Vista